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的一些动作 可是也还是没有很直说 这究竟是他的一个风格 还是他有一个铺陈呢 那么大家当然现在 他自己是说团队要跑得更久更远更好 只不过大家关注的部分是 你会不会找郭台铭聊一聊 如果侯跟郭对话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悬念呢 于是侯友宜说 郭台铭的鸿海的起源地 就在新北市的树林这一带 所以有机会的话 透过经济产业互相交流没有问题 那么郭台铭呢 没有提侯友宜 他现在自己的这种出国访问行程 在日本的访问行程 4月18号会向大家报告 而他自己也已经说 Trust me I can't do it 所以这个部分 看起来是要继续往前走了 那么侯友宜的部分 有一个新的动作 这个动作蛮有意思的 那么在很多 现在网路上很多讨论 主要是蓝营本身 在国民党方面的新北市的部分 因为同样在选区里头 也有一种新旧的挑战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在新店的这个部分 原来有一员刘哲彰挑战罗明才 突然宣布刘哲彰挑战的刘哲彰 宣布说他要退选了 那么而且他公布贴出了 跟侯友宜的合照 所以是侯友宜劝退他了吗 侯友宜开始介入 这个立委布局的动作了吗 这个部分其实如果有的话 他真的就是 确实是有一个动作往前走了 但是只是在这个过程里头 因为他先前这个选区的罗明才 特别邀请了韩国瑜 韩国瑜 那么韩国瑜要来参加他的这个活动 所以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 拉个男人来新北了 而这里头有很多的说法 最近我发现韩国瑜的这个动态很多 究竟是他要去支持谁 或等等韩粉大量的 会跟着他移动这个人气 所以现在韩国瑜在脸书上说 他自己的公开行程会 依照他的方式跟大家报告 所以这里头也会在官方粉专公布 希望大家要弄清楚 提醒支持者不要被误导了 感觉韩国瑜是不是也有在聚拢 或者是他的支持者在聚拢 韩粉的这个支持力 对国民党内部 无论是支持或产生压力呢 那么这里头就出现了 韩粉十字日 19号会军北上说 要来推荐韩国瑜选总统 始终不放弃韩国瑜这个部分 当然这里头也包括了 韩友会的这个理事长台南的部分 说呼吁朱立伦要放下魔戒 不可以为一己之私 放弃征招改采初选 他希望支持征招 但他们意思是要征招谁呢 所以现在国民党的部分 另外一个值得观察 那是国民党内部 因为现在黄建廷说 党内总统民调还没开始做 不是都现在应该要有党 国民党应该要赶快具体 推出人选来对抗 赖清德已经定于一尊了吗 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以话一出的时候 引起很多的讨论 包括国民党很多内部都说 真的是没有办法 就是秘书长给我做两天吧 那么究竟说你说没有办法 做民调有多难呢 包括媒体的部分 也有包括媒体的名嘴 也有说到说 究竟是谁出来都没有用 现在已经输给赖清德了 所以其实外界对于国民党党部 高层决策始终还有很大的压力 来看一下赖清德 那么赖清德现在当然回到台南 来宣示他的拼经济打击黑金枪毒 他的起手续来到台南 有很多的说法 那么他现在说了一个说法 很有意思 他说中国应该要善待台湾 否则如何你报答中国 报答台商创造那么多工作机会 你现在攻打台湾 怎么回报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贡献 感觉起来好像台湾是大哥 大陆是小弟 那么在这次他的造势大会上当中 日本的学者小丽媛的部分 也出现观察 他说他认为现在赖清德 虽然民调领先 但是还有很大的挑战 那么还得要冲高得票率才行 不过对于民进党的部分 虽然说赖清德有调节 内部的派系斗争 但是现在所谓的监委大战的部分 还是非常的厮杀当中 特别包括中泰拆除案 包括何志伟指控王世坚 拿网路梗涂的报道 那么现在网路上吵得很凶 王世坚也非常生气 这几天都这么说 何志伟说脏水不要泼我身上 那么针对美丽岛电子调的部分 发现民调当中 王世坚并没有赢 大赢何志伟 所以现在感觉起来 吴武波的部分 警咬的部分 这是民进党本身 此刻内部选举的问题 首先先提到杨明 大家却还关注侯友宜 所以到底从民众的角度 我这么问 侯友宜到底现在在党内 有没有已经有机会定于一尊了 首先我觉得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 各有各的挑战 什么挑战呢 国民党就是要从三月的谷底 怎么样可以翻身 翻身当然从郭台铭的表态参选 然后他其实郭台铭的表态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他说如果他民调输给侯友宜 他愿意支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号 因为给蓝营一个 所有现在在党内有竞争的 包括我旁边这两位 就是说都得要团结的 这个所谓的概念 即便有竞争 但是要团结 团结你不要变成一团心结 最后会变成一团死结 没有人可以结 然后就会重演2019年 郭台铭腹气离开 然后整个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最后整个泛蓝阵营就是失败 好 这个是国民党 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 现在看起来 从游盈隆老师他们做的民调 现在陆续会开始公布 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是有提升的 表示4月份国民党确实态势有改变 可是现阶段又开始 好像有一点小乱流 尤其是在党内高层 去讲一些不该讲的话 其实你征召 你的游戏规则 你的时程 都没有一个明确的 对外公布的状况下 负责征召的人要更谨慎发言 否则很容易 那个一团心结就随时会跑出来 我是认为现阶段 因为你知道 比如说像我听到 郭台铭先生 为什么昨天从日本回来 要到礼拜二才要开记者会 因为这两天有可能 会有相关的民调公布 他要等这个民调的数据出来 他会一并的来回应 我听到是说 侯友宜跟郭台铭已经咬得非常近了 已经咬得非常近了 但是都输给赖清德 所以赖清德的挑战 就民进党这边挑战是什么 已经经过了三月的欢乐 什么叫欢乐 就是从谷底爬到一个高峰 对民进党来讲 他们现在是一片大好 可是就发生了一些状况 比如说开始党内的互打 监委的对战 绝对是比费心的内战 还要杀得更狠 狠狠见惠 然后网军侧翼 你知道那个叫矛盾大对决 最会用网军的人跟网路声量最高的 两边的对战 而且阴系的网军跑去支持 这个所谓的王世坚 然后何志伟是自己说 他以前是民进党曾经当过网军 所以你看两边杀的这个是 这个是非常的刀刀剑骨 但是所以对现在的赖清德来讲 就是他原本以为 上个月大概所有的民调平均 只要撒卡都的状况下 赖清德大概都在 三成八到四成这个上下 这个会不会变成赖清德的天花板 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赖清德他的这个高 这个所谓的高点 会不会只能在这个地方 甚至有可能会往下掉一些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 因为从四月中下旬 会陆续有非常多的民调公司 会陆续公布 尤其是因为在赖清德 已经正式被提名之后 都会有一份开始 各家的民调公司都会开始做 我们就可以看看 到时候这个民意的趋势 有什么样的是谁高 谁低 或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涨跌 当然其实我觉得 你刚刚上次哥没有提到的 这个部分我讲一下 就是郭倍宏这个东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是说 郭倍宏先生他过去是一个 所谓的台独黑名单 结果现在他因为他想要选立委 在人行道上面发传单 会被检举 然后由警察去关心 这让我想到那一天 赖清德被提名的时候讲的那一个 民主与专制的选择 现在专制的到底是谁 为什么连在人行道上 发个传单会被警察关切 我不知道等一下 那个淑慧跟志强 强哥你知道前几天我骑摩托车 经过那个东区 强哥好几个助理就在那边举牌 我不知道有警察去关切吗 应该没有吧 他们说被检举妨碍行人 我从来没有看过想要选举的人 去发传单会被检举妨碍行人 这一条的 对 这个是非常离谱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现阶段 看到民进党 只要你不合他的意 他就把你干掉 其实比较致强 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 戴伟琴也同时谈一下 你对国民党现在几位 关键人的看法 赖清德的部分刚刚讲 除了他的民调天花板 我想我一直很关注 网路上很多讨论 就是他的中间选民 跟年轻选民的部分 就是有没有突破 其实这几个月看起来 没有什么太多突破 无论他的个人魅力 他的诉求 还有现在两岸紧张 对于年轻人 年轻人的部分的压力 到底赖清德的罩门 有没有可能改善 我也想提点你的意见 我觉得在谈这个题目 我觉得从黄伟瀚的角度出发 是一个蛮好的切点 怎么说 我们在伟瀚 在评论国民党的选情 现在已经有一个错 叫悲观老汉 竟然他都偏悲观 不管是猴祸锅出来 大概都输给赖清德 我觉得一半对一半错 其实不尽然 为什么 我就还是从刚刚 我们扬明讲的 两件事说起 你有没有注意到 国民党最近民调上来了 很奇怪 发生了什么事情 感觉国民党内 还是乱哄哄 猴跟锅还是搞不定 对不对 凭什么国民党 突然民调增加8% 8个百分点 凭什么 其实刚刚扬明说 说他在东区看到我 我现在真的是有很多绰号 大安送车王 大安市场王 大安接奖王 我刚才去扫市场 扫两个市场 扫了快两个多小时 才扫过来的 我一直在路上走 我跟你讲 我就是一个最强温度计 为什么 我真的是看到很多 我就先从这个 民调增加的现象 我光在接奖 我就看到民调增加 为什么呢 在南投补选之前 大体上大家对国民党的态度 都是觉得很乐观 补选之后就是非常惨 骂翻了 可是我最近在街头 我发现骂国民党还是很多 国民党支持者 但是骂的方式 之前就说我已经 对你们国民党 我已经放弃了 国民党是差劲到 你们天天吵架 天天吵架 搞不定嘛 你知道政党有什么用 骂得很凶 现在是什么 拜托你 加油 不要站到 我们希望政党轮替 你们可不可以好一点 好不好 你发现口气在改变 有期待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改变 我跟大家讲 其实国民党要谢谢马英九 真的 马英九他去大陆访问的那个时候 他其实标局的和平的路线 他用勇气跟行动提出了一个 偏符合国民党立场的中间思想的一个 具体的主张 而且付诸行动 你变成一个议题利多的时候 蓝军支持者就会回流 我走在路上真的到处走 到处走 不管是很多国民党支持者 认同马英九这次访路的成绩 你甚至包括讨厌马英九 都在我面前直接讲说 我以前很讨厌马英九 抱歉这是我认同马英九 为什么从这个地方讲起 我跟大家讲 你当你把目光放在侯友营 放在郭台铭 我告诉你真的是暗无天日 就是悲观老汉 真的觉得到现在 搞到现在你还没个头绪 还没个头绪 可是今天如果你能够大开大核 对不对 你能够有勇气跟行动 去坚持你国民党该有的中心思想 并且付出行动 你创造议题的利多 大家又觉得国民党有希望 那我就跟大家讲 国民党民调上升 对不管是加拿大猴出来选 郭出来选 有没有帮助呢 当然就有帮助 那这个基本款你采定之后 下一个我也告诉大家 也是我直接在街头上 遇到太多民众跟我讲 我今天就找市场我就在鼓庭市场 就有民众跑来跟我讲了好久 他说我跟你讲 我以前投民进党的 对不对 后来改投国民党 接下来我还是要投国民党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很讨厌国民党 但是政党要轮替啊 不然民进党这样做下去怎么办 他说猪肉跟鸡蛋涨了快一倍 这两三年涨了快一倍 我们怎么活啊 没错 那我们的薪水都没增加 你民进党到底给我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我告诉大家 真的没有那么悲观 可是国民党当然 你还是要赶快把脚步稳定下来 郭跟侯好好地把它整合出来 往前走就有希望 当然讲到这一点 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刚刚说的 黄建廷他说现在党内的总统民调 还没开始做 淑慧其实这个部分跟外界的期待 真的有点落差 只不过当然我们来思考当中 因为现在不论郭台铭或者是侯友宜 感觉起来在民间各有支持 特别在深蓝方面的支持 也都各有领先或者是各有拉锯 也并不是说真正的谁一定赢过对方 所以这个拉锯战是不是也是 现在国民党高层没办法 赶快决定的原因 我觉得不管是初选或总统的提名人选 不要再操作民调了 民调这个议题 我觉得到最后都变成真的是民调 党中央有没有做总统民调 我不知道 虽然说黄建廷秘书长说还没有做 但是我们之前也不断地听到说有做 要不然党中央怎么会说 现在看起来最强的是谁 你没有做你怎么会有一句话说 现在看起来最强的就是谁 像最近也有一些党内在参加初选人 也在那边说看到党内民调我是最强的 我就问了市党部市党部也说没有没有做 如果总统都没有做哪来的做立委 所以我觉得不要再去操作人 也不要再去民调了 就像刚刚志强说的 党中央不要再搞人了 要搞就搞政策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有一个智库 这次国民党要跟民进党的 不只在于人的对决 应该在全面的政策论述路线上对决 两岸你的政策是什么 提出来讲 能源你的政策是什么 提出来讲 要不要核能 要就提出来讲 要核能要怎么样法 提出来讲 对不对 跟美国的态度提出来讲 课纲要不要修正要提出来讲 所有的议题一个一个跟民进党对干 包括说刚刚我说的 如果国民党立委敢得罪财团 要立法要求说公司必须将一定的盈余 反映在下一年度劳工的调薪上面的话 党中央都不要积极的去行销这个政策 对 所以不要再花时间去搞人了 二逃杀三四 拉这个搞这个放话来放话去的 不管是立法委员的参选人 又或者是有意要角逐总统的候选人 或者是党中央 就把一个一个政策抛出来 只有这个直球对决用政策 才可以逼得赖清德表态 你要不要为过去八年 蔡英文种种错误的政策背书 你要不要持续蔡英文的路线 让两岸继续走向兵胸站围的这个状况 让劳工持续的低薪 让台湾的房价贫富差距持续的增加 麦清德你要出来对政策讲话 那国民党也要抛出政策去对决 稍微休息片刻 再回到新闻大白话